今天有裝一個記憶卡是16G的 但是計算出來之後各位可以看到嗎 這個底下這個SD有沒有 這個記憶卡S卡的訊息 目前使用的12G 空間有2.69 總容量是14.88 那其實你會講 那不是買16G嗎 怎麼14.88 實際上跟我們硬碟容量也是一樣 他計算的方法 有的用1024 然後有的用1000 所以中間會有一個誤差值 不過這沒有關係 不影響 所以這個總容量大概是14.88 那一般的話 如果說你的ROM的空間不夠的話 你可以用APP2SD來做 那其實你比如說像我怎麼知道說 有哪些程式呢 可以APP2SD呢 一般 一般當然有些人會另外在安裝軟體 可是這個Android助手 這個軟體其實還蠻不錯一點 就是說呢 它已經都幫各位 把重要的功能呢 通通整合在裡面了 比如說呢 各位可以看到一個 叫做一字SD有沒有 一字SD 在右下角這個地方 我把它點下去 如果說呢 你有一些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分成三個頁面嘛 一個是可移動 上方的地方有沒有 一個是什麼呢 SD 一個是手機 那也就是說呢 我裝了這些軟體之後的話呢 目前喔 有些 你會發現可移動 那有一些已經在SD了 有些在手機裡面 那你會想說 欸老師 既然已經在手機 不要點手機喔 那手機裡面呢 是不是所有的程式APP呢 都可以移到SD呢 其實不一定喔 有一些喔 如果說它寫APP的時候呢 它不支援toSD功能的話 就不能移到SD卡 也就是說呢 就不能讓你節省空間 那哪些可以喔 其實你可以點可移動有沒有 點下去之後呢 比如說像我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實在方便有沒有 這個軟體蠻多人download的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把它移到 從那什麼呢 從ROM移到SD卡的話呢 點下去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一個什麼 移至SD卡 點下去 它就會幫我把那個原來 安裝在ROM裡面的 這個把它轉 安裝到SD 這樣的話呢 我的ROM 就會剩下空間 就會比較多一點點 好 然後它最後呢 會出現一個什麼 出現一個 移至 已經移至有沒有 最後呢 會移至手機 也就是說你可以移到SD 也可以怎麼呢 移回去啦 那當然我已經移到SD的話 我就把它back 按下那個回去的那個back鍵 它就會回到我剛剛主畫面 這樣子的話呢 我又可以把其他可以移動的 盡量移動到SD卡 那有好處是說 因為SD卡的容量可以擴充 可是ROM的空間喔 不能夠擴充 不能擴充 所以另外我這邊還有一個 像這邊這個 這個叫做APPMark 這個什麼 Master有沒有 Pro也可以 那你可以把移到這個 SD裡面 那這邊的話呢 順便講一下這個APP Master 這個APP非常好用 主要的用途喔 像我這個APP Master 我如果要把我這支手機 全部的APP呢 通通備份出來的話 通通備份出來的話 那APP Master 這個軟體 這個APP非常好用 它可以把我整支手機 所有的APP呢 都備份出來 像早期喔 如果說你們安裝任何軟體 你要備份的話呢 很麻煩 你可能也不知道怎麼樣備份 那如果安裝這個 畫面上看到這個APP Master 的話呢 就可以很快的喔 可以幫我把